第四個是 沉溺過去不好的經驗 我覺得即便你有過不好的結果 或者是被人家背叛或什麼 可是如果你重新跟另外一個人 要開啟一段新的感情 我覺得你必須要先放下 過去全門 歸零 你必須歸零才可以開啟 因為對彼此才公平 對 因為像我之前遇過一個對象 他是 他可能之前受過傷害 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麼樣被人家劈腿 只是我在跟他交往這個過程中 我非常的辛苦 因為你做什麼都不對 即便你24小時待在他身邊 他都覺得你對不起他 你跟他出去 他就覺得你跟隔壁桌的眉來眼區 你手機只要稍微想一下 比如說有公視在講 他就覺得你在跟人家偷懶 你這樣跟人家聊天 他就因為被背叛過 他對你新的另外一半 他會不信任 他就會一直查你的情 然後一直不信任你 一直要看你的手機 看你的電腦 到最後我真的覺得壓力很大 但我覺得OK 我願意陪著你度過那一段創傷 看你什麼時候會好 可是到最後真的我受不了是 有一天他就問我 他就說 你為什麼早上起來 都不會自己做早餐 我就說怎麼了嗎 因為可能就沒有時間 我可能起來 我趕著要工作或什麼 所以就買早餐就好了 對啊 幹嘛要 我這輩子沒有做過一次早餐 對啊 我說如果 比如說今天放假或什麼 當然OK 我們可以早起在家煮早餐 我們把料備好都OK 他說你知道我以前的女朋友 都會煮早餐給我吃 不管多早 她都會起來準備早餐給我吃 他說為什麼妳不會 我就覺得妳 我就覺得夠了 如果妳要一直活在 妳過去的感情裡 不管好的壞的 然後要一直拿到現在來做比較 那我覺得永遠比不完 我就覺得那就不要再繼續 因為我覺得我夠累了 就是壓力也太大了 就是她的好 妳也要我拿去跟她比 她的不好 妳也要灌在我身上 我就覺得這樣真的不對 她要去看林翠芬老師 對 老師應該很多類似這種病患 沒錯 但是剛剛大家有講到一個 重點說歸零 但是我肺腑的跟大家說 他們很難歸零 他們需要療癒 不是歸零 記憶是差不掉的有些 因為她已經有創傷了 所以她很容易 記錄到一個警戒的狀態下 她難免對於一些風吹草動 她很容易就會有 過去的感覺又跑出來 所以我覺得她需要的是做療癒 才不會把所有未來的情人 都要承擔之前 她所受的創傷的苦果 所以她如果沒有療癒 她沒有辦法歸零 這邊也請大家見諒 因為他們有些時候 真的心靈受創的人 很容易有我們所謂的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就是過去的經驗 很容易重新到現在 所以也體諒一下 他們的痛苦 所以男朋友或者是老公這種 在他們旁邊就要承受這些 我覺得她療癒了之後會好一些 然後要重建對現在 這個情人的信任感 因為她是摧毀掉 她所有對人的信任 所以我覺得她是需要被治療的 你責怪她也沒有用 因為這也是她不能控制的 我這邊要替她們講一點話 她們沒辦法歸零 沒辦法 吃藥OK嗎 不然就是要鎮定 我覺得她需要重新來看 她所有每一段的親密關係 她在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未來如果她希望她愛情順利的話 她要重新調整想法 做法 出國就是遠走高飛 不要在這個環境 我覺得她如果這些都沒有改變 回來還是一樣的她 真的喔 我倒是這麼覺得 就是老公 老婆或男朋友 女朋友 不要把她當成愛人 就把她當作是一個人 因為其實任何兩個人相處 這幾個妳都討人厭吧 在個性上都是討人厭的個性 最後老師教教我們 怎麼樣不會分手 如果要不分手的話 我覺得把握此時此刻是最重要的 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是最重要的 不要計較以前 也不要去幻想未來 就每一刻都相處得好 未來病嗎 不要存錢啦 開樓耶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是不是 不是這一次啦 不是這一次啦 人性啦 人家為未來做打算 對 對自己好 或對另外一半好很重要 真的耶 我們謝謝來賓 精采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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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